哎他演的蛮坚毅的蛮将军的 他确实一出场就像一个将军 他的形体上非常像 不能演出的真的 我觉得 兄弟没有别的意思啊 没关系你讲一讲 我觉得你演的是一个那种 一根筋的将军 因为我这个性格是愣头青嘛 对特别好 就上战杀敌我就啪啪啪啪 一遇到爱情我就 去这种 挺好的 武将干脆直男 周露拉演完我就勾掌了 就是他了 因为他演的太好了 可以了 非常棒 谢谢 周露拉太牛了 好了 天琪 准备怎么样了 正好你过来 你帮我看看我这身试镜的造型 怎么样 挺好看的 那你们帮我拿微博S5拍个照吧 好了 我们去那边好好拍 行 换个地方拍 换个动作 很好看 手机好 好 我们现在进入陶妖的视镜 陶妖表面温婉可人 实则臣服极身 勾引孙家大少爷 企图上位 请一下演员陆延祺 好 各位老师好 我是陆延祺 饰演的是陶妖 她太温柔了 骑起来演的话 就让人相信这个男人会爱她 你要让我演陶妖 你凭什么相信这个男人会爱我 陶妖跟这个公子经历了一些矛盾 突然有一天 她在马球赛上看到了公子 跟她的夫人在一起 所以她看了男人就跑了出来 然后公子来追她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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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找到你了 马球看得好好的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们走吧 你就没有一刻想过我吗 我一刻都没有想过你 姑娘 你说什么呢 你每天都为了孙大人茶 不思犯不想的 何苦自己骗自己 这 这是真的吗 真的 谢谢 那你能让我跟她单独聊两句吗 好 又拉到她了 拉到她旁边了 又把她拉就化了 拉错不要动 你知道吗 这是天 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你只知道你自己痛不痛苦 你知道你夫人痛不痛苦 你不要提她 你 你不想到我 在他身上可以 她把她的侠送她 你太多了 你不想到你 你这么想到你 有点好 你自己在我 白不想到你 没有 你不想到你 你不想到你 我不要走 你不想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我刚刚听到了 孙大人说他又娶你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还有你教我 等着看好戏吧 被被场了 被看 对 领悟能力太好了 陆元琪演《心机》 他是把所有心机 藏起来的 对 心机前被写到脸上 颜琪越来越懂人 真的越来越懂人 刚来的时候技巧很多 现在你的哭能打动我了 谢谢 陆元琪把陶瑶的人物贯穿时钟 他演出了陶瑶的这种卑微感 以及心机 所有东西都展现了 他就很像剧本里的陶瑶 所以一会儿 你去准备十七集的一 我要让你跟白鹿来演陶瑶 好 谢谢老师 棒 好 下一位 有请演员许芳一 罗米 黄日盈 咱们看看外面的演员 跟他们的区别 我是演员许芳一 身高一米六八 体重四十九公斤 她是那年花开月经园里 苏丽的大烟花 没事 不好好的吗 我有预感这可能是一匹黑马 黑马 长得很会演戏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演员罗米 这是那个前任攻略三里面那个 最后跟韩康在一起那个副家小姐 这个我有预感 这应该是一匹黑马 一匹黑马 我叫黄日盈 身高是一米六五 然后我是个新人 所以其实作品没有特别多 我有预感她应该是一匹黑马 黑马 她毕竟是孙家长子 她若与死亡婆 家里也得顾及她 坏人并不代表你要在你的丫鬟面前 把你的五官张扬全部演出来 因为坏人不会觉得自己坏的 她不会把坏演出来的 谢谢 你要好好善待你的夫人 就当是替我赎罪了 对吴夫人好一点 算是为我赎罪 这句话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你现在稍微说得有点轻飘飘 然后她的分量感没有出来 谢谢 那这样我要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好 那个 我觉得你要演一个妖艳见惑 就是我很擅长的那种 我不过是个幽灵 你这样对我太好了 哇 哇 老头 哎 老头你看 你看她背手了 看见没 对她 不是她背手就是她有冲动了 想上手了 这蜡烛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走吧 你一点都不想我 你一点都不想我 我的妈呀 真有你啊 好啦 你要是想我的话 以后 我还是招待你的 不行啊 这个就是叶总盔那种 对 对 我跟她说妖艳见惑 其实是在考性感 就是说这个女人怎么样 让这个妖艳心动 是 她不是说你要演出那种作状来 这是两回事 白鹿演妖艳见惑 一点都不做作的 对